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带大家看了几次放电影的节目 各位家长是不是也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小朋友 来这里学习球类技巧以及运动家精神呢 明年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时间哦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女子篮球队的后卫 曾经打过亚青和世青国家队的郭佳文 欢迎佳文 乙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电女男的佳文 请问佳文 今年的放电影篮球的部分 一样是两个提次吗 是的 分别是7月31到8月4号在桃园 和8月14到18号在台南的两个提次 总计600个名额 很多的小朋友来和我们一起打篮球 真的很开心 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打球 画面应该是超级热闹的吧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活动现场的画面 家中的孩子怀抱着篮球梦吗 台电篮球营暑期活动热闹开幕咯 在暑期有许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夏令营活动 为的就是希望能让孩子拥有充实的暑假外 还能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也是想要带给小朋友很多的乐趣 小朋友都是从暑假的时候 然后家长很辛苦地把他们带过来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户外的活动 或者是从事运动这个方面 然后让我们觉得 我们也可以利用篮球跟外面的学员做一些连结 然后让他们知道台电原来有这么棒的活动 有了几次举办夏令营的经验 不只让孩子从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场 也总是能从这群身份转换的教练口中 听见几个感动的故事 几天的相处下来 看见行动上的改变 态度上的改变 想法上的改变 不管多大多小的转变 都是看着孩子迈向更好的自己 我印象中有一个家长 夏令营结束之后 跟我们教练谢谢说 因为他的小朋友原本是比较 属于自闭一点点 就是比较不那么爱讲话的小孩子 然后因为参加了这一次的夏 那一次的夏令营之后 结果变成回去之后 变得蛮开朗的 然后也多于跟家长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小朋友互动 多一点互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好 就可以改变小朋友的一些 一些他的一些人生观 我们完全不知道 看到他就自己一个人 或者是在活动的期间 会比较 不会去主动跟人家一组的时候 我们就 小朋友你怎么了 或者是说 那我们一起 就会带着他一起去融入 这一个团队 教学乡长 一直都是活动的指标之一 而学习永远是不分年龄层的 让球员作为孩子的榜样 更让孩子在童年时代 能有一个方向 台电不只给了球员与孩子 一个挥洒汗水的舞台 也创造了更多与民众连结的机会 台电公司桃园报道 哇 影片中的小朋友 看起来都很认真很开心呢 那嘉文这边 这次主要是担任摄影的角色吧 是的 这次我在放电影中 被分配到的角色是摄影 透过这次的工作 我看见许多小朋友 对篮球的热情 不管是赢球时候的喜悦 输球时的眼泪 都是真情流露 对大人来说 或许只是一场分组赛 游移赛 但小朋友们都很认真的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还蛮佩服他们的 看着这些认真的小朋友 会让我们回想起 运动单纯的快乐 对我们的球员来说 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吧 今天谢谢嘉文的分享 有兴趣的家长 也请继续关注 明年放电影的报名哦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再见